10月7号哈马斯部队向以色列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 在他的境内发射了几千枚导弹外 还跨越边境 在加沙走廊附近的社区与城镇被人射击 夺走了以色列南部至少七百人的生命 这显示出以色列国家安全系统完全的失败 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回答 一是哈马斯巨额的资金哪里来的 二是以色列情报系统为何躺平 一哈马斯的钱来自哪里 哈马斯的攻击可不简单 这是一次极其复杂的行动 可谓海陆空三位一体 哈马斯使用了无人机 微型飞行器悬挂式滑翔机 也进行了网络攻击 使以色列监控防御系统 时效了几分钟和几个小时 从而使八百到一千名恐怖分子得以穿越安全的山南 在几个小时内发射了两千五百到五千枚火箭弹 所有这些都需要巨额的资金 那么一个问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哈马斯的钱哪里来的 根据各种消息的来源和推测 大部分的观点认为来自伊朗 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分析了伊朗多年来 一直在资助提供后勤援助和积累资金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 2020年伊朗每年向加沙提供 援助就超过一亿美金 这些援助同时提供给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 有时甚至通过黎巴嫩 与伊朗在该地区武装分支 真主打转运 有媒体指出 哈马斯自2007年夺权以来 在甚至在此之前 就已经设法建立了非常复杂的资金网络 以规避这些制裁 并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物资 其中有一个分支机构 专门负责资金的筹措 这就是哈马斯投资办公室 2022年德国媒体披露 哈马斯是如何通过投资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阿尔吉利亚和苏丹公司 主要是房地产和建筑业设法筹集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产 所以他这个以上我们就说了 资金从哪里来 一个是伊朗 其次呢 他也通过各种方式 像土耳其亚 沙特阿拉伯 阿尔吉利亚 苏丹等公司 通过投资来筹集资金 二 以色列情报部门 为何这次失灵 或者说躺平 哈马斯抢所轻而易举的公路了 本以为是防备森严的以色列的南部 而文明世界的以色列情报机构 莫萨德到哪里去呢 睡着了 为何无所作为 这一个问题啊 很啊 是必须要回答的 相信呢 被他内塔利亚湖政府会做出解释 但需要时间 目前我们只能分析 哈马斯发出如此大规模的攻击 至少需要准备几个月的 时间 但居然国家安全局 新贝特和军队的情报机构 毫无察觉 以色列前司令 海军司令 一来 马龙就认为 这是整个领导层巨大的失败 一次灾难 一个巨大的恥辱 据媒体分析 以色列犯了以下严重的错误 第一 以色列官员认为 哈马斯没有任何大规模地面入侵 以色列领土的计划 因此他们担心自己绝对控制的加沙走廊 会啊 因为啊 他们 无会担心自己绝对控制的加沙走廊 会遭到大规模的啊 第二 自认为了在加沙地带于以色列领土分割县树立了极其复杂尖端的安全围栏 牢不可破 被介绍成为无法通过的天欠 这一工程啊 耗之就达十亿美元 并且采取了最新的高科技啊 应该说了可以杜绝这个啊 以色列啊 就是敌人了通过隧道渗透渗透到以色列领土的任何可能 但是哈马斯却采取了最简单的手段啊 就突破了这个障碍 他们驾驶推土机 货车 甚至汽车 撞开了三难 第三 以色列官员认为 将啊 发给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工作证从一万八千增加到两万 可以让资金短缺的哈马斯安静 但事实证明 这仅仅是一个幻觉 第四 被假象迷惑 一位与哈马斯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以色列此次之所以降低戒心 是因为哈马斯在过去的几个月 以误导情报 营造出不愿意与以色列进行战斗和对抗的形象 这让以色列放松了几体 该消息人士说 在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功能提供就业激励措施的同时 哈马斯战士却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 接受训练和进行演习 他说哈马斯准备工作中最能注目的部分 就是他们在加沙 已经建造了一个以以色列模拟定居点 以演练如何进攻 伪军事登陆做准备等等 甚至还制作了演习视频 消息人士说 以色列肯定看到 但他们深信 哈马斯不会乐中于发生冲突 第五 严格的保密措施 哈马斯为实施这次攻击 采取了异常严密的保密措施 这位与哈马斯关系密切的人士说 哈马斯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 就是要避免泄密 他表示甚至许多哈马斯领导层的人员 都不知道这个计划 而且在训练期间 参与袭击的一千名战士 也不知道演习的确切目的 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阿米德罗尔的一些朋友 就表示 哈马斯曾经 已经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所以阿米德罗尔就说 我们愚蠢的相信这是真的 因此犯了一个错误 耶路撒冷西伯来大学国际法教授 尤瓦尔沙尼就说 以色列政经是刻骨铭心的 这其中有对哈马斯的愤怒 也有对这一切事情得以发生 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的愤怒 这么一个强势的极右翼政府 理应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然而建国七十五年后的今天 政府没有能够履行他首要的职责 保护国民的生命 也有很多媒体对这一事件都评论 说了无论是刚刚开始的战争 将如何的收藏 这本书都翻到了新的一页 到头来 以色列还是没人摆脱 自1948年建立现代国家以来 一直纠缠他的冲突 两个群体 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对地中海和约荡河之间 同一个狭长地带 持有领土的主张 评论说人们似乎忘却了 所以谈论着拜登政府的斡旋下 沙特和以色列如何达成 划世代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如今由于哈马斯的袭击 无疑显得人们还是过于乐观了 内塔利亚湖政府注意力被严重分散 它正在全力推进一场引发剧烈争议的司法改革 最终会削弱司法的独立性 从而破坏民族的权力平衡 这那加沙局势显得就不那么重要了 以色列人对政府这一计划抗议的强烈 导致军方要面对超过一万名预备役军人 威胁拒绝扶兵役的状况 这极大的分散了军方的注意力 所以说多种情况的组合最终导致了 莫萨德这情报机构 以及以色列军方造成了这么重大的失误 或者说羞耻性的一个事件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哈马斯的恐怖袭击 让以色列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原因是什么 相信谁所调查的真路 更多的真相会揭示出来 今天我们关注两个话题 一是哈马斯的钱从哪里来 二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如何躺平 这由于政府正式的调查报告 目前还没有开始进行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各种信息来源进行分析 独立时评人士蔡胜坤先生 他又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分析 他说哈马斯在加沙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并且是武器禁运 居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准备了几千枚火箭弹 甚至还有大量的无人机带着炸药 飞向以色列 更重要的是他是从不同的方向 同时从海上和空中 还有陆地这些武装人员冲进以色列 所以他说我觉得绝对有更大的力量在支持 这种力量绝对不是伊朗一家 我相信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期间都扮演了架势 蔡胜坤先生说 中共可能从哈马斯的突袭中突袭成功 看到下一步要怎样对付台湾 这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以色列和整个中东的局势混乱 会影响到美国在印太战略 或者说台海发挥更大的作用 会导致西方国家分散他们的经历 一旦中共下决心要用武力攻打台湾 到时候西方国家根本忙不过来 如果中东危机和俄乌的战争危机 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很快整个世界就会出现重大的战争威胁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感谢收看